部長好 想問一下就是有國際研究說 亞洲病患如果 罹患新冠肺炎的話 他的死亡率可能會高出 8倍 那部長是這方面的專業 您自己怎麼看 謝謝 不是這方面的專業 我只是一位牙醫師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在 在亞洲病以往對這方面的研究很多 常常會提到 他有全身病的 全身性的一個細菌的影響 當你有亞洲病的時候 所以也許這樣的事是會在有新冠肺炎的時候 會激發這些相關 細菌性的心內膜炎等等的 相關對於器官而增加這細菌的侵襲性 而造成一些比較不利的影響 那所以就不是為了 純粹是為了新冠肺炎 就 不是 新 新冠肺炎沒有錯 那就是說有亞洲病的 他是從小就要把結牙的習慣做好 那定期的檢查